队长 钱包炒到了 照片已经最少了 小冬 死者叫张宁 二十七岁 大光商场的初纳 听她同事说 上周她失恋了 连请了两个星期的假 她的室友说 她几天每晚就去酒吧 每天都是凌晨或早上才回来 喝得一塌糊涂 所以昨天晚上她一夜未归 大家也没有觉得奇怪 小冬 下一个 还有就是这个 这是张宁腿部纹身图 另外 张宁前男友已经找到了 立刻安排询问 今天凌晨一点到三点 你在什么地方 我在我家开派对 昨天是我生日 一屋子人都可以作证 你不就是要 我不在场的证据吗 一会儿我把电话都给你 你最后一次见到张宁 什么时候 一个礼拜吧 我告诉她不要再来烦我 她到处宣扬说我是她男朋友 我就跟她玩一玩 就她那一脸逗 她已经死了 能不能放尊重点 晚上十点十分 张宁给你打了个电话 都说了什么 听不清啊 她当时 应该喝多了 我没打理她就挂了 因为我当时也喝多了 要不怎么会 还怎么会接她电话呢 你把她微信也拉黑了 她太烦人了 你不信我给你看看 你干吗 你干吗呀 这是你和张宁的情侣纹身 这哪是什么情侣纹身啊 我纹了四五年了 张宁不知道什么时候 跟我纹了个一样的 然后还 还给我女朋友给看见了 我女朋友最近天天跟我吵架 说绝对不会放过那个贱人 这 这傻家门不会 要提示她谢女友啊 那这个钱男友呢 如果不再乘证据确定 先列为重点监视对象吧 还要列入重点保护对象 队长 张宁的这位前男友的谢女友 有重大嫌疑 这是她的朋友圈 就是她 这句话应该是在针对张宁 马上提出这个夜心 好 走 快看 这条朋友圈删了 这个就有点意思了 因为她都在蒜 然后这里有一个 到边时 就这样 这个就很不错了 因为她就很开心